大家好,欢迎来到茶叶的一日三餐 我是茶叶,今天用铸铁锅来做一款无油版面柔脆皮鲜面包 还有牛油果蘸酱的做法 首先我们来制作面团,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中筋面粉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替换成高筋面粉,再加入一点糖 淀粉,盐,酵母,酵母,酵母 用蛋抽混合均匀 因为今天的酵母加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用一些糖来综合它的酸味 加入清水,然后将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 搅拌到完全看不见干的面粉 然后从底部刮起,形成这样一个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进行第一次发酵 第一次发酵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些,等待变大 第一次发酵大概用了40分钟 先将手沾点水,这样在拉伸面团的时候就不会粘手了 我们进行这样折叠排气 这样反复折叠几次之后,再次盖上保鲜膜 等待它继续发酵 现在面团又变大了,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将它再次反复折叠排气之后 再准备一张烘焙纸,将面团挪到烘焙纸上 再放进面盆里 这时候可以提前将烤箱预热 这是今天用到的铸铁锅 放进烤箱里连着盖子,一起烘烤20分钟 时间到就取出铸铁锅 放入我们之前发酵好的面团,撒上白芝麻 盖上锅盖,继续烘烘30分钟 依同样的温度,时间到之后取出铸铁锅 这时候我们将烘焙纸取出来 这里一定要小心,带上手套还是非常的烫 铸铁锅的温度非常高 再次的将它放进烤箱里 同样的温度,再烤10分钟上色 刚出炉的面包 这时候将面包取出,放在一边晾凉 现在来制作牛油果蘸酱 这是需要用到的食材 先将洋葱切成丁,放在浸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取出洋葱的辛辣味 然后捞出来泥干水 再切碎西红柿和香菜 这是牛油果,它的外壳比较深 应该是已经熟透了 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取出中间的糊 用一把汤匙挖出牛油果肉 再准备一点柠檬汁 可以用清淋来代替 这样可以让牛油果肉里面 稍微蘸上一点柠檬汁 柠檬汁有抗氧化的作用 让它的绿色保持的时间长一些 然后再放入西红柿,洋葱和香菜 稍微搅拌均匀 最后再来调味,放上一点盐和黑胡椒 这样调味料搅拌均匀 这款蘸料现吃现做是好的 面包已经放到了温热 我们选一把锯齿刀 来切这款面包 看看它的内部组织 里面布满了漂亮的气孔 含水量高 而且面包也非常的柔软 酥脆的外壳 是一款非常有嚼劲的面包 在和面的时候 也可以加上一点核桃 或者是其他的坚果 这款面包除了搭配牛油果栅酱 涂抹上牛油 或者是奶酪 绝对是最简单最美味的早餐 首选面包 喜欢我的食谱 欢迎你给我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请你在屏幕的下方留言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茶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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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